我的前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失败者 老婆一家都骂我是个废物 她还跟一个富二代倒在了一起 我的头上都绿成了一片草原 我想结束这失败的人生 但没想到 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让我回到了2010年 这个遍地都是风口的时代 三修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 作者刘海鑫本质工作是电气工程师 用业余时间写作了几十部小说 但此时国内的版权意识还不高 就在他卖出版权的五年后 三修小说竟夺得了科幻界的最高奖项 我讲商业价值可以说不可不量 就连刘海鑫其他两部作品改编的电影 在一个春节当就掌握了近百亿的票房 我快不来到刘海鑫的展位 此时已经有一男一女在跟他谈话了 桌子上还放着几捆百元大钞 我说刘老师 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我敢保证 不会再有人比我出的价格更高了 是的 据我们了解 三修前两部一共才卖了三万册 版税加起来还不到十万 我们能给到十万已经非常不错了 是 我明白 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忍心 这本书画了我太多心血 要不是我儿子着急买方 我真的是不想卖 刘老师 我也是三修的忠实读者 而且我们凯乐影视的实力非常雄厚 对小说的开发已经有了一系列很成熟的想法 把它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好吧 等等刘老师 我对三修的版权也很感兴趣 啥 不是说起我来蒸饭吗 怎么办路跑来买版权了 你好刘老师 我是王金条 我从小就喜欢读科幻小说 是您的忠实读者 前段时间看了三修之后惊为天人 我觉得现在三修的价值被远远低估了 所以我想把版权买下来开发 让全世界看看 我们华人也能写出好的科幻故事 小兄弟过奖了 没有那么好啊 哪里来的精神小伙 购买版权是要花钱的 我可以出十万 你拿得出来吗 确实 王金条太年轻了 而且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换套行动 的确给人不太靠谱的感觉 刘老师 我很看好三修的市场前景 我可以给您双倍的价格 哈哈哈哈 你别说笑了 我看你连二十块都没有 刘老师 现在总有些人以坑蒙拐骗为生 你可不要上当啊 我们可是知名的影视公司 三修只有在我们手里 才能发挥最大的商业价值 刘老师 我可以直接转你微信 拉倒吧小伙子 我都穷到卖版权了 还有什么微信啊 卧槽唐突啊 现在微信还没问事呢 刘老师你好 我是越发行的高级理财经理陈清莲 王金条先生是我们越发行的高级VIP客户 我可以为他的财务状况担保 看见没有 现在的骗子都组团来忽悠了 刘老师 我这可是实打实的现金呢 刘老师 我的黑卡能证明身份吗 什么 这就是传说中的可以无限透支的黑卡 是的 这种黑卡是银行界最尊贵的象征 账户里至少要有八位数存款才能办下来 我们不但有诚意 也有资金担保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现在跟我们去月发行 马上就能拿到现金 不必了 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三修版权我决定给你们了 等等刘老师 三修我们不要了 你看流浪星球的版权 对不起 刘老师所有作品的版权我全都要 两位如果没事可以离开了 什么 有两个臭钱了不起 好了老公 我们走吧 有黑卡的人物我们惹不起 陈经理 你现在马上联系一位律师 让他过来给我们起草一份版权转让合同 全部版权的价格我看就一百八十万吧 可以吗 刘老师 小伙子 太感谢你了 我本来就想卖个十万八万的 给孩子在老家首付一套房子 没想到一下卖了一百八十万 这是在批发市场买大白菜吗 十分钟不到就花出去了一百八十万 照这么下去 这两个一很快就败光了 但他不会知道 这么多版权放在手里 什么都不用做 短短几年就能变成十个一 刘老师 你听我的 不要在老家买房 拿着笔钱来买海州的房子 你们老家没有生殖空间 买来只能居住 海州今年刚召开了世博会 房价上涨才刚开始 过几年会涨到难以想象的价格 到时候 这一百八十万也许就变成五百万 甚至一千万 小伙子 我看你更适合写各款小说呀 разстав了 小伙子 阳店 好